有盤旋 就是还有几天之后 就再盤旋到一天五百公尺之后 十分钟后再降落然后成功 但是政治中间很可怕 融搬机被风雨吹得左摇右晃 还好仍是平安降落 海洋航空OZ711搬机 降落逃机前也是晃个不停 场面十分惊险 而这架从泰国曼谷 飞往台北的长荣BR206搬机 窗户往外看 全是雾忙忙一片 还在空中不断摇晃 全球航班动态地图显示 这架搬机因为台风影响 在空中盘旋长达50分钟 索性最后平安降落 因为那时候窗户打开 我看了那个外面那个云层 都看不到下面整个黑暖暖是天气的关系 一直在求佛组上 差不多50分钟 同一天还有一架从北京起飞的B8259搬机 上午8点准备降落桃源机场 同样因为台风影响 在空中盘旋一个小时 仍然无法降落 只好折返飞回中国 不止淘机 松山机场也出现惊险降落画面 一架从日本东京飞回来的华航搬机 当时因为侧风严重 已经有两架搬机都放弃降落 但机长仍成功让搬机着陆 成为松山机场31号第一架顺利降落的搬机 而31号晚间再有一班星宇航空编号B58206搬机 原本要从冲城回国 却因为遇到强劲侧风 造成机轮弹跳后重新起飞 晚间6点03分顺利降落 一直盘旋 然后有盘旋 就是好几天之后 然后再往前飞又再盘旋 后来就再盘旋到1500公尺之后 10分钟后再降落然后成功 但是真的中间很可怕 因为就是晃的程度 有点像大木枕 飞机降落后初步检查 外观正常 后续将会细部检查 航空公司也已经主动通报 旅客虽然惊险 但至少人平安9号 东西云综合报道 好主播集团观众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是在阳明山 要准备通往山上的 这个仰德大道这边 可以看到我现在周边 这边呢 这个风雨也是不断的 甚至在一旁的道路 已经出现这种 不分淹水的情况了 这个积水呢 大概有多少呢 一路往前面走 其实这个积水一路是可以 到这个脚踝 甚至往前面 可能是更深一点的 刚刚车子啊 经过的时候 甚至还是激起了大量的水滑 甚至现在这个风又吹起来了 证据中央气氧署这边的统计呢 其实啊 今天在台北市的平地 有可能这个风速会到10到11级 那么在这个山区地方啊 可能是会到14级的瞬间阵风 因此提醒大家要多多留意 因为这个瞬间阵风呢 它这样吹过来的时候 可能你的人站不稳 车子也会晃动 像是稍早啊 像我刚刚提到 仰德大道这周边 是有不少学校 那么有一些学生 可能在台风天的时候 还没来得及回家 因此在台风天的时候 他们就先出来 购买一些存粮 没有想到呢 这个撑着伞啊 伞也是被吹飞了 甚至呢 一度都吹不回来 快要被吹坏掉了 因此啊 在今天 现在 一直到晚上的8点 可能是这个全台风力 跟这个雨量最强最大的时候 提醒大家要需要外出的话 要多加小心留意自己的安全 以上现场最新 交还给彭女主播 台风夜人行道路数 不敌强劲风雨 硬身倒塌 过没多久 有骑士经过 但天色昏暗 等她注意到时 已经来不及煞车 迎面撞上 当场惨衰 隔不到30秒 换利民女骑士 同样撞上自摔 四肢擦措伤 事发在台北大同区 重庆北路三段 和昌吉街口 31号凌晨5点多 警销货报道场 路数横岛路中 占据一线车道 康瑞台风来袭 双北风雨明显 北市出现不少数岛灾情 阳明山 仰德大道三段 路数倒塌 还砸到行驶中的公车 而在中山区 北安路 同样有路数倒塌 警方已经在周围 都摆上三角锥市井 台北车站这个百货的旁边 因为两边大楼的关系 所以形成风切效应 所以当你人 站在这里的时候 在风雨的感受上 是更加明显的 许多民众圈伞出门 都不敌强劲风势 雨伞开花 还有一家四口 虽然爸爸手上有拿雨伞 但根本不敢打开 赶紧跑进捷运站内躲雨 另外还有马来西亚游客 来台湾玩 特地出门 感受台风 因为马来西亚没有台风吗 所以我想抽到台风 是什么滋味 街上想去淡水 泡汤了 怎么办 明天还放假吗 没有吧 最好不要放假 放了就 我的行程已经泡汤了 而在新北鹰哥 大湖路平交道则是一度有淹水情形 只见大马路几乎被泥水覆盖 骑士经过都绕路通过 远景也在现场指挥交通 另外乌来北107线11公里处 有大落石摊崩 造成单线道 暂时无法通行 民众如果有要通过 要特别留意 东森新闻张正华 蔡雨山在台北新北采访报道 载重的有三台的 桥式起重机 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已经整个完整的摧毁了 它的断岩残壁 就在整个山坡的旁边 制高点清楚看到 陆及豫州起航货轮 已经卡在野柳岸边礁石 风雨交加摧残 存载的三台桥式起重机 其中两台倒塌 受损严重 任由这个海浪的拍打了 我们很担心 那可能如果船体 这个严重的拍打 那是否会造成 那油污的外泄 货轮主体没有损坏 但几乎快没入水中 海浪不断拍打 就担心船体会断裂沉没 豫州起航货轮一泊三折 原本29号台风来离前驶离 没想到风浪太大 船长船员弃船 30号货轮随坡逐流 距离野柳霞 只剩340公尺 到了31号上午7点 确定搁浅 最令人担忧的是 货轮再满重油和柴油 一旦漏油将会是生态大浩劫 本来预计台船的浩克轮 预计会在上午来拖救 但是就是因为 这个豫州起航 已经搁浅在野柳岸边 所以现在确定 是没有办法拖救的 所以浩克轮并不会前来 一万两千匹马力的拖船浩克轮 半途险些搁浅 紧急返航基隆港 只能全力防堵重油污染 后续才能考虑将船只脱离 东西新闻旅国报苏纸杰 黄浩舌在基隆报道 好 各位各位观众 随着这个康瑞台风登陆之后 其实在宜兰这边 尤其是南方澳这边 已经带来了非常强劲的 风势跟雨势 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现在在现场 除了这个阵风真的是非常强 预估大约有9到10址 但我们其实都是要 载蹲马步的姿势 压低我们的重心 不然在这边其实是 完全站不稳的情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边的原本是海滩的部分 那其实海面上也掀起了 将近有8到10米的长岸这么高 而那整个海水呢 其实是打到了沙滩上来 那其实呢在这边现场 我们刚来到的路上呢 一路都是树木倒塌的 尤其是在这边的风势 真的是非常的强劲 我跟我们的摄影两个人呢 其实你如果不压低你的重心的话 真的是完全站不稳的 而这雨水呢也是直接是大 但是它真的是非常的痛 所以说呢台风天提醒观众朋友们 在宜兰这边真的是不要出门 而且那个风势雨势呢 越晚其实会越强劲 你想让我们现场最近情形 是把新地头交换给台北国内 在强风不断吹拂下 位于新北府中的板桥磁绘工前 庙前排楼一瞬间全部倒下 康瑞台风从台东登陆台湾 但全台都能看到惊人的强风暴雨 尤其从监视器中也能发现 摄影机摇晃非常剧烈 路上行人必须彼此搀扶 才能在强风中勉强行走 另一个角度也能注意到 排楼是一节一节整个塌陷下来 完全无法抵抗强风吹拂 索性当时没有车辆 或是任何路人经过 因此没有发生意外 目前庙方已经通报警方 板桥所也派源道场 在现场进行交通疏导 以及管制府中路和南门街 府中路和大东街 两个路口的人车通行 并且通知厂商到场维修 东旋组合报导 好 几分钟 康瑞台风现在呢 是马上的已经要来逼近台湾了 那么你可以看到呢 其实整个外围环流 对于北海岸的影响 还是非常非常的大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野柳的隧道口 你可以看得出来 我现在根本就身在暴风圈当中 这个雨势真的很大 我的眼睛已经要张不开了 还有呢 这个风势其实也非常非常大 我们好几度都要站不稳了 其实已经来到了11级阵风 甚至你看到地板 已经有这个轮胎 就已经吹到这边了 而且其实呢 现场这边呢 所有的很多的这个掉落屋 包括树枝等等的 那么其实你看到呢 隧道内这个风势 真的一阵一阵 看起来是非常的触目惊心 甚至呢 说里头 其实有一些电缆都已经飘出来了 那么你看到呢 其实这边呢 在野柳隧道口这边起出来 真的是非常暴风圈的一个场景 而且连旁边的这个邻居 他们都说 哇 怎么会这个样子 因为他们生活在这里这么久 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 像暴风圈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我们来到这边发现 其实这个风雨 真的是越来越大了 而且呢 随着时间的推进 其实在北海岸这边 尤其在新北野柳 其实也吹起了11级阵风 那么其实越晚呢 这个风势 雨势 一定是会越来越大的 而且甚至你看到呢 其实在野柳最大旁边的山壁 其实呢 上头的这个小溪水呢 也都已经这样慢慢的流下来 所以也感受得到呢 其实你看到隧道里头 这个风雨都已经吹起来了 其实这个状况看起来 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所以也感受得到 康瑞台风声的不断的在逼近 而且对于新北野柳 也已经造成了非常大的风势 还有雨势 以上下最新 我们把前进头交换棚内